首先X这是一个集合是吧 那么我们假设在X上定义了一个等价关系 是吧 这就是等价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从X当中拿出认可的一个小X 那么当然了 我用小X当一个代表 咱用这个记号 用一个中括号给它扩起来 那小X呢 就处在一个集合当中 什么样的集合呢 我们说跟小X等价的 所有的X当中的元素构成的集合 是吧 这就叫X等价类 所以一说等价类 往年老多同学都对等价类这个概念 没有直观的理解 尤其是一会我们要学 给定一个X 给定了X上的一个等价关系 我要你把这些等价类都求出来 或者问问你有多少等价类 以后通过几个例子咱们再来看 但是我们先把这个等价类来复习复习 那怎么写呢 就是所有这样式的Y 当然你要记住 Y来自何处 那Y就是什么 在X当中的 然后呢 X跟Y满足这个等价关系 咱就这么来定义它 一定义完了以后呢 这一堂课最后 我们说马上就可以得到一个引力 什么样的引力呢 好了 说给定一个X所在的等价类 再给定一个Y Y当然也在一个等价类当中 说X和Y可能相等吧 如果不相等 那么 不要看这个代表 它这个代表 它这个等价类不相等的话 那么它两个就不相交 是吧 这个是这么说的 那么也就是说 X所在的等价类交上Y所在的等价类 就在这空几 那么上一堂课最后 我们简单证明了一下 是吧 当然回头我们利用这个引力 还可以得到下边的 那么一个重要的定义 好了 有了等价类这个概念以后呢 稍稍难一点的 是怎么求这个等价类 这个 那么 日常生活当中 或者将来在我们一些专业活动当中 可能会经常遇到 因为啥呢 前面我们说到了 等价关系 描述的是事物的一种性质 是吧 可以看成是内涵 而把这个等价类都找出来 就是满足那些性质的那些 所有的元素都找出来 是吧 可以看成是外涵 那么看一下 怎么求这个等价类呢 没有固定的求法 那就得多练 或者对着一个具体的问题 进行具体的分析 咱先弄一个最熟悉的 假设大恩 这是自然数级是吧 一二三 往这一列 那么前面我们反复的举过的一个例子 大恩上边就定义了一个 叫整除关系是吧 那么它就可以看成是这个样子的 你要看出这是一个单独的符号 别看不懂这个 那好了 还有呢 我们还可以在上面定义一个叫什么 摩恩 同余关系 是吧 那么当然这个恩呢 咱使个简单点的 那就是摩三同余 是吧 那咱来看一下 这两个哪一个是等价的呢 是不是这个是等价的 那这个为啥不是等价的呢 它不对称是吧 好了 那接下来 这个等价关系 叫摩三同余关系 我们就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把它的等价类都求出来 那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个 一说摩三同余 它的本质是啥呀 余数相同 是吧 那好了 你求等价类的时候 就抓住这个本质 那余数都有啥呀 要么是零 要么是一 是吧 要么是二 那我们把这个名字 就正好给它 写成等价类的名字 来看一下 就这么写 但是这个写法 严格的跟这个 是不是不一样啊 不一样 我在这提醒你们 注意不一样 但是就是个名字而已嘛 是吧 那么这个 就等于啥呀 是不是就是这个啊 哎呀 你得把这个 这是个集合 这是等价类 然后呢 这就是啊 这就是啊 就就是这个啊 余数 这还有一个二 还有没有别的了 没有了 没有了 那这就是 对于自然数级上面的 这个摩三同余关系 就三个等价类 每一个等价类里边 都有无穷多个元素 是吧 这个 嗯 例子简单一点 那么咱再看一个 稍稍复杂点的例子 好了 假设 F 这是 X 到Y 之间的一个映射 啊 然后呢 我们 来定义 利用这个F 来定义一个什么呢 定义一个等价关系 啊 在什么上定义呢 等价关系 咱就在X上定义一个等价关系 什么定义呢 我们定义一个 这个等价关系 啊 一般的将来你们 呃 做习题的时候 要学会用这些符号 符号包含的信息越多 是不是它的表达能力越强啊 所以你看我这就相当于 用这个F 确定的是个等价关系 它 马上这么一写啊 它是X上的等价关系 是不是啊 怎么定义呢 那好了 就是 任意的 大家来看一下 X Y 属于大X 它俩要满足这个关系 咱把这个定义给出来 就相当于 这个等价关系就确定了 是吧 咱这么来说 X 和Y 满足这个关系的条件 就是它俩的 这个映射下的像 是相同的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你看 这个很清楚了吧 这个等价关系 现在要你求等价类 看一下怎么求 那么这个等价类的话呢 你也来看 这个等价关系的本质是啥 本质是啥 记住 等价关系 是X上的等价关系 它的本质就是 F下的像 是相同的是吧 所以你去找那个等价类 你去再怎么找啊 把那个像找出来 是吧 所以我们这么来看 那好了 那就相当于 我要去 根据后边的那个Y 来确定 X里边这些集合 是吧 记住 我们当初有个符号 怎么写的来的 是不是这个 当然当初我们还特意的交代过 说应该这么写 这个记号 是吧 当然当初我们说了 可以简写成 刚才说的这个 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Y 这是大Y当中的一个元素 那么这时候你来看有多少呢 那这个时候还依赖于这个英射 它是什么性质的 是吧 那你说如果这个F 这是满的话 F要是个满射 意味着什么 V当中的都有 原相 是吧 都有原相 那你想想等价类应该有多少个 是不是就有这么多个等价类啊 那当然了 如果不满呢 有一些干系没有原相了 所以说 这个简单的这么来说 这里边等价类的个数 是不最多就这么多啊 哎 但我现在就要你 我就给你这个条件 你告诉我有多少等价类啊 应该怎么说啊 就用咱学过的符号 它不满 它不满 它在什么上是满的呀 这不也是个记号吗 是吧 在这个上就是满的了 所以一问有多少啊 是不是就这么多个啊 那这个 这个记号 也不是多麻烦 还是很严格的 所以这是一个例子 我们再看 有的时候你看这个等价类 你一定把这个 我们将来不是说 你非得做出来多少题 而是拿到一个题会分析 这是咱这个课的关键 回过头来 如果今天有点空余时间 咱找几个习题来做一个 看一下怎么展开分析 好了 再看一个例子 还记着 这个东西是啥来着 X到Y的所有映射之极 是不是啊 那怎么写来着呢 所有的映射 也没有什么条件 那这就是这些 是吧 好了 在这个记号上 我们也可以定义一个 二元关系 咱来看一下 在这上定义二元关系 记住就是什么 就是两个映射 满足那个关系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定义一个 看看啊 就这么写 是不是啊 这就叫 在这个集合上定义了一个 所以我现在将来 你们慢慢的要学会什么呢 一说是个二元关系 马上想到啥啊 迪卡尔成吉的子吉 前面我们说了 二元关系给你三个定义 哪个定义 理论讨论最好用来着 就是迪卡尔成吉的子吉 是吧 因为你慢慢的你就会知道 像刚才课前那个同学 说老师这是对称呢 两个对称的合成 以后还是对称的吗 脑子里那个直观 再去马上就想到了几个续对 然后他俩在一合成 有关键人物 你找个反例 一百弄就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这个 那么我们定义的 对这个二元关系呢 这么来定义 说任意的F和G找出来 那么他俩满足 这个 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我们就这么来定义 说就F大X 等于G大X 这个是什么意思 根据这个符号就是 叫什么相等 再用一个你们 在前面数学课里学的 咱一说大家都能知道的 这叫啥 直欲是吧 函数的那个直欲 这个定义就表示 F和G等价 是指他俩的直欲相等 好了 这个等价类 你一有了这个直观 马上就求出来了 我们来看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假设X Y 这是不是两个集合 好了 它俩之间的 映射的个数是多少个 就是这个 等于多少个 八个 好了 总共这个集合类就八个映射 现在 在它上面定义了这么一个二元关系 它是等价的 求它的等价类 怎么求啊 你看我们这等价类 我就这么写 怎么写呢 我写了个一 是啥意思 它的直欲就是一 可以吧 那我写个二呢 直欲就是二 那我写个一 二呢 你看 当然我这些个符号 不是严格的正规的符号 包括刚才的这个 你将来要做作业写题 你一定要怎么当 要交代一下 这个不符合等价类的写法 是不是 等价类写法怎么写啊 要这么写 是不是 这个在写上什么呢 这是从这里边挑一个代表出来 是吧 当然我们这么一写 就意味着 这是 实际上以一为直欲的映射有几个 ABC的像都是一 是不是就一个 所以这个你看 第二个是不是 第三个呢 再简单点写 就是F3 F4 一的刀 总共几个 八个 这就是三个等价类 那么关于这个等价类的话呢 怎么求回现 再多做点细题 咱在这举了这三个例子 是希望你通过这三个例子 来把这个等价类和等价关系 建立一个联系 而且是抽象的去描述它的联系 我们来看一下 这任意的给你一个集合 不知道小时候你们 如果在农村呢 可能玩没玩过那个豆子 这都是黄豆 黄豆里有的时候应该 有的时候缠进了绿豆 绿豆里还来了点黑豆 这里再来点米 是不是就会混在那边 还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那一混 那在地里 一盆 这个东西 你来看一下 那当然了 我们约定的是黄豆跟黄豆等价 是吧 黑豆跟黑豆等价 那好了 根据这个等价关系 让你重新给它分分类 会不会分 可能上幼儿园的时候就会做这个事的 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集合 好了 它分完了呢 你就分得干干净净的 端着四个小盆 就给你妈说 我分完了 分完了就是这个样子了 我没给它取什么特殊的名 这就是一些新对象了 所以你看 等价关系 求等价累以后 产生了新对象 这就是我们抽象的本质 再去说 这里边可能有1000个豆子 到了这 你只知道有四种豆子 就得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 这就叫新对象了 举取什么名 你说叫黑豆 我说就叫1 这个就叫2 这个就叫3 这个就叫4 都无所谓 这个时候的后边的这个集合 前面这个集合叫大X 假设我们在上面定义的 这个等价关系是它 我们就称后边的这个集合 是它的商集 它就等于它 我们不能这么来写这个 这叫商集 为什么叫商集 你们想象一下 除 怎么除的呢 那你想想 那个竖籍上的那个除法 怎么定义的来着 是用成法来定义的 是吧 那你就想象了 我就用这一个等价类 再跟这个等价关系 是不是就扩除这个来了 是不是 因为 你看就是这个等价类 叫1号的 满足这个等价关系的 一展开 是不是就这个 虽然有点牵强 如果正好是满足一个运算 那就更漂亮了 比如说就像是一个合成运算一样 把它叫商集 会更好看一些 这就是求等价类 把这个过程再稍稍抽象一下 我们就变成了 这么一个求商集的过程 这是个概念 等将来你们学金石代数的时候 还就要用的 课后有个同学问我 他说老师 凡是金石代数里边老的东西 我们是不是都不用深究了 关于金石代数的后边有一个课 当然你不要深究 但是许多这些概念 将来在金石代数那个地方 是直接拿来当工具的 比如说把一个映射 利用这个定义出一个等价关系来 这是将来在 金石代数的学同胎基本定理的时候 就会再用到它 你像这样式的一个过程 求这个商集在金石代数当中 都会再用到 所以呢 要把这些概念学透 接下来呢 学到这了 我把这个给你们总结一下 这么分完了以后 假设我这里边 还是那个子集 邓家类嘛 这就是还是那个子集 好了 这几个子集并起来 是不是正好就是它 而他们之间的交集呢 是空的 每一个集合呢 又是不空的 这正好对应了集合的一个划分 这儿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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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